像這樣的愛情 讓我苦惱 有以後說那女生戴什麼 給我點出去 我整看這集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吃法老師丁娜 我是Yuna 今天歡迎來到吃法聊天室 很久沒有跟大家聊聊天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就是 那些年我們看過的偶像劇 這主題會不會太有年代感 我有點怕我聊了之後 我的年紀會被人透露出去 這次播出去之後就是上面要打 90後誤看 90後你會看不懂 今天我們在聊的過程中 我們就要搭配我們的衣食獨舞 就是我們的逸林妖果 一起來跟大家開一下我們的回憶跟妖果 因為我們覺得大家在追劇的時候 就要配上妖果的那次啊 很解饞 所以我們就要一一來試吃它不同的口味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自己喜歡的品牌 阿波99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包裝蠻好的 因為它上面是做那種 夾鏈袋 對 就是你吃不完還可以把它弄起來 而且我覺得這個小包裝 就很適合你放在辦公室啊 或是你放在宿舍這樣子 嗯 嗯 什麼偶像劇你覺得跟辣有關係 會不會太難 麻辣先吃 麻辣妖果 麻辣先吃 麻辣先吃算是每一個年代 應該都有結束了 必定要看 它是從我國小演到國中 而且每一集都很好看 很好笑 真的Money啊 沒有小麥啊 它是有點像是連續劇的感覺 演不完的那種 欸 其實我們好像得先說一下這個口感跟口感 它麻辣很微微的讓你在舌尖上 感受到麻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的腰果 對 很蝦 而且還蠻大顆的 很完整的一顆在這邊 我還以為麻辣跟腰果會不搭 沒有想到它的腰果 還蠻好吃的耶 麻辣甜甜的話 來見他哥吧 像這樣的愛情讓我苦惱 還沒唱完還沒 總一個人又哭又笑 我人生的第一部偶像劇是 薰衣草 我人生的第一部偶像劇 就miss掉薰衣草了 沒有看到薰衣草 有沒有辦法跟你同學聊天啊 我那好像被排局啊 薰衣草算是 是很經典的耶 因為它是第一部以悲劇收藏的偶像劇 我剛才玩到抽一口金 因為我不知道它是被最少講 但是它剛好就是 女主角死標 然後冒雷 冒雷 這沒有人要看的嗎 冒我的雷啊 我還想看耶 那時候非常紅的那首歌就是 既是陣陣滑翔 我們說好 已經太高了 空飛壓我99塊 我自己呢 是一個沒有非常愛吃堅果類型的人 但是腰果是我的摯愛 因為我覺得腰果的口感很好 然後又很甜 原味的比較小一點 我會喜歡腰果原本的那個香味 如果你不是喜歡吃很多辛香料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滿適合的 我人生中第一部偶像劇就是 腸微之戀 我們那時候 S講的就是 SHE 然後他們演偶像劇就想說 喔 你們要看 你們要看 他就成為我人生中第一部偶像劇 眼色眼淡 暖香微香了 花又開好了 你是我的 我有愛了 世界完整了 原來開演唱會 對對對 就那個時候我對這部偶像劇 喜歡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喜歡到還去買他的那個CD 原生代 原生代 不好意思 90號說他原生代是什麼 你們不要點出去 然後整看這集 下一個好像是胡椒耶 好香喔 欸這個我覺得很適合配寫酥雞跟啤酒耶 喔 下韭菜的味道 順香蠻重的 這是屬於比較重口味 如果你喜歡吃蒜的人 你應該會蠻喜歡的 配酒很適合 而且我覺得跟腰果不會有違和耶 我覺得他的口味都還蠻特別 因為腰果我只吃過原味 海童玩戀人 真的太好看了 欸我認真沒看過海童玩戀人 不好意思 離開這一次 這就是右手 這就是腳以後的 我始終帶著你愛的微笑 一路上使著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說不清的理好 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 你知道海童的戀人最有很感人的是 就是張孝涵在裡面就變成一個歌手 開演唱歌超感人的 超感人的 有一種看著張孝涵完成夢想的感覺 然後他中間就是有一張 他以前是孤兒院啊 結果發現他是有錢人的小孩的女 嗯?公主小妹 海苔妖果也是99塊 嗯 我喜歡 海苔味超濃的 嗯 它是海苔粉 海苔粉好香喔 好好吃喔 大家可以買這個 我們覺得這很好吃 這個我要帶去辦公室吃 各位 我截至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 這一部 九里頭 點進來點進來 我覺得這部可以看 艾莎十七 超好看 這個懸疑偶像就我超愛耶 真的 這就是屬於那種 明天的 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 所謂的 幸福快樂 不只一種 我很喜歡這一部的原因是 張少男他是演一對雙胞胎 太強了 太強了 然後他那個雙胞胎的性格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性格 然後我覺得他演得超好 有一種人格分裂的感覺 他截至到最後一集 你都不知道 誰是壞人 誰是好人 就是最後才是 對 是你 各位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趕快回去追 可能只有480V喔 最後一個 鹽草帶皮腰果99塊 超大顆喔 天啊 這個是帶皮的 我覺得很脆 然後 他貼定是原味的味道啦 那有人好像就是喜歡吃不多皮的 我們家要選出我們自己最喜歡的口味 我也是後備腰果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就是原味的腰果 我最喜歡的是海苔口味 我覺得海苔口味吃起來超帥子的 對 其實海苔口味蠻喜歡的 又再吃起來了 海苔口味很好吃喔 如果大家在看劇 念書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覺得 好像可以配個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其實蠻建議買這個的 因為就很簡單 而且我覺得腰果 它是屬於那種 不用吃很多就很容易飽的東西 我現在是有點飽了 對 那如果大家想要買這個的話 我們會在 這次市場看留言都會有網址 大家可以點進去 把它買下來 陪你一起做一句 陪你去上班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影片的話呢 別忘記訂閱我們 然後留言告訴我們 說你喜歡看哪一部 或是你喜歡吃哪一種腰果 對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SHE演的整個歌都很好聽 你看我們就是親自配唱 還有很多嗎 那個啊 東牛腰部腰 哈哈哈哈 好冒喔 太可恰喔